介紹這個,讓大家體驗一下 現在AI不只可以生成圖片 直接影片就完成了 Veroot這個算是很特殊的 算是剪接軟體 它有雲端服務 但是它雲端服務就是體驗這樣子 不能存檔跟匯出 不過等一下我們直接用雲端服務就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要做匯出的部分 你看它也有AI生成 重點是它還有圖文成片 這樣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只要把故事給它 它就負責幫你把你的影片 配樂、配音都做好 所以現在 要做影片越來越簡單 那我們往下看 你可以找到這個 它的官方網站 它有繁體中文 它有繁體中文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官方網站 直接打開 那這個軟體啊 其實也是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以語音為主的 這種 剪接的 工具 為什麼 因為呢 以往 老師想看像我們這種上課 我是以語音為主的 如果你要去做剪輯的時候 剪接影片 我們標準的 影片剪接都是以劇情為主 所以你只能看那個聲波 大概去看一下 可能這裡是講到哪裡 然後就不斷的聽聽聽 有沒有 很像我們以前在整理那個錄音檔 開會紀錄 就 聽不懂 再聽一次 聽不懂再聽一次 這樣有沒有很內 可是 他把 這這樣的部分 編輯 影片的部分 做得像 文書處理一樣簡單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 就是以語音為主的 就很方便 所以我們請大家按一下上面這個 體驗 我們不用下載軟體 直接用體驗就好了 按下去 那進來他會告訴你 就是 這個線上體驗板 只能體驗 不能儲存跟匯出 有沒有 進來了 那你唯一會看到簡體字的就是第1個畫面而已 進去之後都是翻譯中文 這樣了解 好 我們就打個勾 知道了 好 開始 他會給你一個範本 給你一個範本 那您如果說這個 框框你要拉開 要縮小 都可以 好我們先看一下 他講的是什麼 嗨大家好 我是Karen 今天 要帶嘉賓做一個影片 好 老師有沒有發現 他 是不是把 一段一段 都變成這樣 一個片段 一個片段 那 你有看到 每個片段有沒有上下兩行 上面就是編輯影片 下面就是編輯字幕 所以今天 我先把他基本功能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編輯這個 影片的話 假設 這句話 嗨大家好我是誰誰誰 我可不可以編導過來 我是誰誰誰 嗨大家好 今天是在家工作一天 可以嗎 你想看我要傳統篇輯 要做這件事有沒有很簡單 不容易吧 但是這個 把他勾起來 有沒有選到了 按著他 往下一拉 好的 點一下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這樣有沒有拯救你的惡勢力 蛤 這裡啊 因為用眼睛看 要修改很久 那 我是誰誰誰 今天呢 是不是要換行 請問換行 你會按哪一個 是不是Enter 今天呢 然後我們再把他換上來 喔好 你上來 今天呢 有沒有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好那後面要上來 施辦delete 這樣就好了 我是誰誰誰 今天是大家好 這樣是不是可以 那如果你發現了 糟糕 我是誰誰誰 後面是不是多一個的 點到他 請問這個字不要會怎麼樣 施辦delete 你看這裡刪除 有沒有這裡就刪掉 這樣是不是好很多 如果 剪輯影片都是這麼輕鬆 就好了 當然我必須講 這是 最完美的情境 我們真實總是比較骨感 也就是說你真實的影片進來 辨識完之後 可能不見得會 每個字都剛好一模一樣 那這個時候當然 就是會花一點時間做調整 可是 總比你看聲波來改字容易吧 對不對 所以 老實跟各位 老實報告一下 我現在後面 大概 這一兩年 我 就部落格上的那些影片 我大部分都用這個做 就是說最後的輸出 因為等於說我要教導 我就稍微用這個來做會快很多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搭配AI的語音辨識 語音辨識來做這個動作 這樣了解囉 好 這是他基本功能 那我們跟AI有關的 是 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他插入這邊 有沒有看到圖片生成 給他按下去 你就可以在這裡去生成 你要的內容 這個就是你的提示詞 跟我們剛剛那個 直接照片轉漫畫不一樣 你可以透過這裡提示 然後你可以 透過設定這邊 告訴他我要什麼風格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要怎麼樣風格 然後呢 我要提示 比如說我想要有那個 水墨風格的 他這有漫畫啦 然後還有什麼 水彩畫啦 對不對 好比如說我在這邊 那我就告訴他 我想要有 日月潭 月潭 有漫畫的 補水 加上阿里 山的山井 這樣可以吧 你看我們這樣 撐成 那他 因為我們現在免費 他給你一張而已 你這是復位 他就一次生成 四張給你 那不只是 生成AI的部分 右手邊 他還會找什麼 免費的 網路上的沒有版權問題的 影片或圖片給你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一張你不滿意 你可以找右手邊的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拿進來了 你看這樣有沒有很快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指定風格 可以指定他的 這個提示詞 我就只要點下去 他就會把你放進來了 這樣了解 好這是他第一個就是生成 AI 在 他裡面內容 這邊可以做的 那我們呢 還可以再更進階一點 你看在這裡 從檔案這邊 老師可以一起來做 新項目 按下去 你看他可以做的 包括 你的影片上傳在哪邊的辨識 第二個 你上傳的語音 開始 也可以 那我們要講的 圖文成片就是這個 透過文字製作影片 好 你看喔 老師 再看一下在哪邊 從主畫面 有一個 檔案 新項目 老師可以一起做看看 在我們下課前 應該就會做好了 找到這個 透過文字製作影片 有沒有找到了 有了 那我們就按下去囉 好 他先問你 你要的尺寸比例 有沒有上面三 三個步驟 就做完了 我們現在第一個 千全比例 好 好 那我就用16比9的 現在因為那個短影音越來越多嘛 所以那種 9比16也很多 或者IG這種1比1的 都很多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囉 按下一步 接下來 你有什麼風格的有沒有 連影片都有風格可以選 好 如果你要比較勵志的 名人名言的 你也可以找這個 好 OK 那我們就再下一步囉 好 接下來 各位老師 這裡就是ChatGPT 好嗎 你給他一個主題 接個 你可以深層劇本 如果你不知道 要寫什麼劇本 在這裡可以直接幫你做 所以最基本的 就是給他一個主題就好了 這樣了解 嗯 好 比如說 高中生的 自主學習 可以嗎 自主 學習 成果 報告 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他下面也給你一些提示 對吧 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 那 OK 那如果我沒有給他劇本 好 我就直接深層也可以 如果你希望說 以 高三同學 台灣 為 標準 類似像這樣 我給他一個提示 也可以 那你看一下右手邊 你看 他說 我會幫你深層AI語音喔 你要用誰的聲音 你可以來這邊自己改 好那要不要包含 AI深層的圖片和 網路上找的這個影片 要不要順便把你加上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 大概先聽一下 是這個 阿主我不喜歡可以改 那AI的聲音現在是這個 以台灣的高三同學 如果不要你要給女生 這裡有免費的 這個部分我們倒是跟各位老師說明一下 目前 你看到聽到這種國語的 大部分就是三個男生三個女生 大概就那幾個聲音 好所以 你如果說不喜歡 你就自己再換一個 這樣都可以 其實進到裡面都還可以再換 那我們就最後按深層喔 完成 接著 他就開始 幫你產生出來 就變成這樣影片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所以你看現在變 深層影片的方式有沒有越來越簡單 所以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 我可能有一些初步的 這種成果就可以用這種來做 然後再進到裡面照我們剛剛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修改 對不對 所以雖然我們用的是線上體驗版 可是 電腦上的版本 一樣可以用 而且電腦上的版本就可以真的儲存跟做匯出 今天 怎麼這麼慢 他這麼快就做好了 他做得太早了 以台灣的高三同學為標準 他真的沒有幫我生成完 但是老師大概知道意思了 好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你可以看看你的 你的 好假設我是二同學習的 好啦我就用一個這樣子的 推薦阻力刷新 好像現在網路比較慢 好假設這個 好再做一個 內容 好假設這樣子 OK 確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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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老師的深層就會比較多頁 如果他網路情況允許的話就可以像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大致上跟老師分享了比較快速的 AI的文字 圖片 然後呢 再加上一個 剛剛的 這種 創作 創作 這樣的創作 文字語了 再介紹到影片 有沒有感覺 AI 應用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真的齁 明年再來 我也不知道會變什麼樣 現在完全不可預設 因為只能說那個 應用很多 那我建議老師就是 我們有一個 剛剛這個 你真的可以善用 因為這個工具是應該算是目前最接近就是教育現場 老師可以直接用 而且馬上就可以看得到那個成果 OK 好 那我們今天 就大概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